第一个,自算资源做完,第二步的话呢,特别注意哦,上面这边有一个类似像地球的形状,如果今天我要先新增什么,新增繁体变简体好了,我在Add New Translation,然后选择什么,选择那个Chinese,应该在最下面,ZH这边,再倒数第二个,然后找到什么,找到那个,应该是CN吧,我记得像中CN,CN是China,你就找China 这个时候的话,按确定,那你会发现,它就会跳出一个什么呢,跳出一个新的新的新党给你,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,你加完之后的话,这边会多一个新党,然后呢,在哪边呢,在这个地方,会多出一个什么呢,有没有,Value-China,这个ZH就是Chinese的China党,那你要怎么做比较快呢,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了, 我建议各位,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,切回到原来的自传资源档,切到XML模式,把Resource到Resource,Ctrl-C一下,切到这边一下,把它Ctrl-V,有没有,把Resource到Resource贴上,然后做什么呢,因为你不是,刚刚不是有简体吗,你就把简体这几个字,有没有,然后把它复制,贴上去就好了, 因为电话码,因为其实就这样,把清除,清除好像一样,所以如果一样的话,你就不用哦,OK,好,这样子的话呢,我们就建立好一个什么,把它Save,全部储存,切到那个,我们原来的这个字,你会发现这边就会多一个什么,简体的,对不对,把它切过来看一下,有没有变简体, 简体,有没有,OK,好,那如果说你要日文的话,怎么做呢,一样的方法,点下去,Add a new translation,日文的话是JA,所以你找到JA开头的,JA开头的,那JA之后的话呢,Japanis嘛,那因为它有很多种啊,